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在YouTube订阅我的频道 和打开小铃铛 有新影片就会在第一时间接获通知哦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朗读四年级华文课本 第三课 颂赞温情 一,月光晚餐 太阳躲在山后 偷看月亮 月亮躲在云后 偷看大地 牛奶色的月光流进饭厅 闻一碗碗的饭香 度负温饱 搅一叠叠的小菜 吃加柳香 夹一条条的肉卷 馒头鲜嫩 尝一粽粽的鲜汤 滋润心房 牛奶色的月光 留恶一串串 一串串营绕耳机的欢歌笑语 像波浪一样 一层层淹没在家常菜的祥和里 二 仪式情 幼年时 亲情似一件厚厚的寒衣 母亲用细细的叮咛 父亲用暖暖的呵护 将小小的身躯 过在怀里 少年时 亲情似一碗 祖传的苦茶 严厉的眼神 调配仁慈的笑容 煎出独家的滋味 畅饮降火 浅尝提神 青年时 亲情似一结折断的莲藕 飞越五湖 漂泊四海 红酒的牵挂 连着父亲的鼓励 缅着母亲的温柔 中年时 亲情似一条条铁轨 穿梭于从前 与未来之间 运送着回报与期盼 忙碌爬白了头发 记忆装满了仓库 老年时 亲情似一抹夕阳中的彩霞 天空瞬间软成的 浅红 珠红 艳红 紫红 缓缓消失 美丽而短暂 感叹而满足 刻后精华 树欲敬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轻不在 我们要珍惜与家人在一起的时光 谢谢大家